众所周知,最近的伊朗算是很出风头了,虽然他们一直被美所制裁着,但是面对这样大程度的制裁,他们却依然非常强硬,并没有选择服软。 但是面对这样的强硬,美方居然也没有采取更激烈的措施,可见,其实美方还没有打算对伊军进行打击,最多的还只是存在于口头上的,就比如说要求他们从续撤离。 可是就算伊军现在还没达成,美方却也并没有做一些强制行动,反而只是不停的发言,据称,伊军曾扣留了一艘美军舰艇。 这是当时美军没有想到的事情,因为他们也知道伊军向来不怕自己,但是如果真的要对自己的舰艇进行拦截,那应该还是做不出来的。 可是没想到,伊军还真的这么做了,虽然说伊军的军力确实比起美差了很多,但是他们自己也是有着底气在的,不然也不会做出扣留舰艇的行为。 而带给他们底气的,就是他们的导弹,据称,伊军自己有导弹线6000没有,并且威力都不小,伊方四级也称,自己虽然没能力与美开战,但是自己有这些导弹,就完全不会怕美军,因为自己完全可以好好利用这些武器,对美军舰艇进行打击,并且肯定会有很大的效果。 由此可见,伊军的军事确实比不上美,但是如果两方交战,其实伊军也不会惧叹,而美方也是因此,一直在避免着,他们也很清楚,如果伊军真的将这么多的导弹用在自己身上,自己也是应付不来的。